11月12日,据温州市永家县人民政府,新闻办公室消息,11日中午,永家县桥头镇沿头向一民房在翻修过程中,发生坍塌,有四人被困。截至12日六十二十分学,第四名被困人员已找到,经确认已无生命体证。此前,已搜寻出的三名被困人员均已遇难。目前,正组织房屋坍塌原因调查和善后处置工作。 11日晚,永家县桥头镇一酒店工作人员表示,据其了解,此次事故为有关人员,在拆旧楼的过程中处理不大,引起楼房垮塌,现场救援正在进行中。 周一,夜查,夜巡,夜访行动。 11月6日,顾县长张长尼到桥头镇开展,周一夜查,夜巡,夜访行动。